三天前才被控六项贪腐罪的前首相丹斯里慕尤丁 今早在被控另一项涉及500万令吉的洗黑钱罪 也是国盟主席的慕尤丁在雪州沙亚南地亭聆听控状之后 斩钉截铁的向陈审法官罗兹拉表明 自己否认有罪要求接受审讯 他叫后获准以200万令吉保释外出 我认为我没有避免 我希望案件不能够讨论 第二个 我认为我认为交换案件到网络罗兹拉表明 我认为有时间要够讨论 根据控状莫尤丁是在去年1月7号 在巴达林在野一家商场的大马银行分行 以土团党主席的身份 收取一家公司提供的500万令吉非法收益 并汇入土团党的银行户头 慕尤丁的行为已经抵触2001年 反洗黑钱及反恐融资法令 第四之妖之逼的洗黑钱条文 一旦罪名成立 可被判监禁最高15年 并且罚款非法收益的5倍或者500万令吉 适合者为高 在庭审中本案副检察司阿末阿克兰 以被告同时面对另外6项控状为由 要求将案件移交给吉隆坡地庭审理 同时根据之前的保释条件 将保释金定在200万令吉 慕尤丁的代表律师古马兰登 没有表示反对 而慕尤丁在交保后就离开法庭 给吉隆坡地讯 吉隆坡地讯 吉隆坡地讯 感谢观看